台北传统市场的烧腊店 两次赢得天下第一摊的名号 老板说卖的品香越多 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光从摊位的熏机天花板 就能看见它40年的坚持 早上六点多 老板娘已经买手在熟食天花板下 烤鸡 盐水鸡 蔗糖薰鸡 脆皮猪五花 整块挂起来 果然有天下第一摊的气势 烤到酥脆的猪皮 吓到的声响 就把韜克明的晕头转向 而成就这样不凡的滋味 软家父子 凌晨就得开工 就是说撒一点盐巴 现在的话我这个就拿来蒸了 我先蒸再烤 对 蒸起来要打洞 这样烤的时候才是容易 皮就分开了 它不会像起水泡 对 起水泡的话 就是被你这边的泡起来 要排斥 主要是让它 然后这样往上 往上一点翻就在这边 应该说是清晨一点半 清晨一点半 对 早上还不出来 清晨一点半 对 要来这 带你给我们帮忙 对 因为这个正午花烧的话 它是比较费工夫 对 如果叫早上来的时候 就要先用油或是把它吹干 吹干之后没有在下去烤的话 会皮的话 它会比较快熟 然后皮会比较脆 对 我们家做的比较好多 对 烧辣就是比较杂 有花肉 又烤花肉 又有叉刀肉 又有烤鸡 薰鸡 海水鸡 然后滷味 水煮粉汁 这边说一点 这边说一点话才会 才会参照 烤炉温度近低两百八十度 表皮油脂爆香得差不多了 这是猪五花得做第一次的整形 现在烤起来的话 温度的话就是黑掉了 黑掉的时候刮掉 先刮 那你再烤下去的话 它等一下皮的话没办法刮 然后整个整个就烂掉了 这个第一个他们平审来的话 我贴了叉叉 还有这个五花 还有鹅 还有那个盐水鸡 和薰鸡 我这样给他们来 他们都 这东西都不错 要反向 要反向喔 因为这边说 你不想跟反向再给他烤 对 就是相当麻烦啦 还好 还好 儿子约你学喔 对 他不学你可能找不到人吗 他不学的话 我都退去了 不错了 反复烘烤 反复整形 一块猪五花 从进炉到出炉 最少一个半小时 才有脾脆肉嫩的迷人口感 这还只是老板阮明峰 众多招牌品相的一种 真正让他赢得天下第一摊的 是盐水鸡 阮老板说煮盐水鸡不难 除了不能透露的 自己研发的特殊配料之外 成败的关键在于鸡肉的鲜度 好吃的秘方就是配料 还有鸡本身一定要新鲜 因为鸡如果是说你冰过的话 或是怎么样子的话 放了太多天的话 今天杀起来 放到明天煮就不行了 它那个肉质的话 就被纖维化了 纖维化就是少少了 这堂色它等一下会 那个烟会变黄 那黄的话火就可以关掉 再慢一下的话就可以了 自然会上色 这个没什么技术 熏的 烤的 煮的 油热有余 这身好厨艺是结婚后才开始学的 原本做的是汽车修理 但是有了妻子孩子 就不是一人保全家保 为了养家 她跟着朋友学做熏机 做叉烧 手艺纯熟以后 就租了万华市场的小摊子 找家里的姐姐妹妹共同经营 生意口碑都不错 后来姐妹们陆续出嫁成家 人手越来越少 太太说逢年过节的大日子 都得熬夜赶货 还好儿子伟伦 当完兵就留在父亲身边帮忙 几年磨练 已从伸手变守手 我姑姑一个一个都嫁出去 还没有人手 我不做的话怎么办 就是从失败 从失败的教训 一直成长 才会做 失败会被骂吗 当然啦 妈妈都口情一口 因为前面还赶着要出货就是 对 爸爸会很凶吗 会喔 我 妈妈都快哭出来了 你最佩服爸爸的一点是什么 毅力啊 意志力啊 他的意志力 对 因为做这个很辛苦啊 然后有时候有客人遇到奥陪 他又要忍受 忍受他让我们脾气了 客人临时跟我们叫肌肉啊 结果他说他很敢 那我们也是要很敢 他说给他嘛 那结果路上塞车 他就没有时间到 他就批他骂 骂他妈妈妈妈 骂到这份班的 对啊 他把他孩子等下去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市场人生从来不容易 一晃眼四十年过去 老味道不走味 依旧掳获人心 这个鸡好吃 这个是我们这杯的 人民的老牌子 鸡肉的话 吃起来它的那个口感 会非常的有据食 因为它都是用当天的 活体汁 温体的 它不是用冬 所以吃起来的话 口感会特别的鲜 对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吃 连我的小孙女才四岁 因为它也会想要吃 对 所以买了就回不去其他地方 对对 回不去 吃了一次的 以后你都会想要吃 你先知道你就会想要回来吃 吃吃吧 买这么多是 自己吃 自己吃 没有吃饭就吃鸡肉而已 真的 怎么那么辛苦 它东西很新鲜 你很新鲜 爸爸把奶奶用 很快的 很快的 虽然已经是三个孙子的阿公 阮民风依旧乐在工作 二度获得天下第一摊的殊荣 夫妻两笑的开怀 默黑工作的每一个日子 顾客的肯定 就是一家人的最大动力 医生里的 Ар远 将盯上 Mo stretched了 你们能在家里就买起了 齐年 我一人 毫 supposedね 感谢观看